想要在秋天穿出彩但是又不知道怎么配色的女生 我给大家准备了几个秋冬的配色公式 它可以帮助我们一秒入秋 第一套就是米白色加鹅黄色 夏天的裙子搭在里面 然后外面选择一个稍微嫩一点的这种开衫 浅浅嫩嫩的鹅黄色就很适合出秋 就是你这样子一搭你整个人就是感觉温暖又很温柔 接下来这个配色是牛仔加白色加卡其色 牛仔加白色其实它有点像是什么 蓝天白云的感觉对不对 天气稍微在冷一点的时候 我们外面再套这种卡其色的风衣 那就是有什么暖和跟大地的感觉 然后我们在细节上一定要把它这样拉出来 更清爽或者是年轻一点的话 就可以用这种温暖的调温衫 这种感觉就会比较韩戏小姐姐 干净但是又有品味 然后拿一杯咖啡就已经很好看了是吧 接下来就是橄榄绿加这种芥末黄色 它有点像什么颜色 你就去看一下我们吃的那种腌的黄瓜或者是咸菜 它就有点像那种颜色 咸菜绿的颜色 一定要选择那种颜色比较正的才会比较显白 壮色的这种针织衫 然后搭在上面 我们上半身是不是就提亮了 在冷一点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内搭穿在里面 然后我们下半身就直接搭一个棕色类型的单品就可以 比如说包包或者是鞋子都行 整体的感觉是会有一点点复古加精致 接下来就是 纵青色加白色加一点点棕色 这三个色效就是你不管怎么组 它穿上去都会特别漂亮 在转机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威风出奇 但是你整个人还是有一点点轻盈的感觉 所以我们里面可以选择这种就是 飘逸感比较强的这种蓝色女人味足一点点的连衣裙 女生感的那种白色的外套 就这么披着 富家小姐的感觉就出来了 下半身就用棕色主要是因为这个色下它会更适合秋冬 题外话我超级喜欢这件衣服 你看像我我长成这样子 其实我不能穿那种太累赘的小香风 而且那种其实不太耐看 那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喜欢小香风的精致 但是又不想太累赘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择那种面料上面有纹理 然后有一点点拉毛会增加我们的温暖 但是整个版型全部都是有一点点偏短款西装的感觉 这种款式 只要价格合适版型正的话 基本可以穿很多年 接下来就是麻灰色 然后加卡其色 其实这种配色就很适合 还没太冷 但是已经有一点点秋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这么穿 这种配色更适合的是刚入秋 如果是深秋的女生 你就可以把下半身搭一个藏青色 也会特别好看 这种麻灰色搭卡其色 比起搭我们基础款的黑白灰 它会带有一点点颜色 但是又不会像黑白灰那么的沉闷 这种配色就很有气质 这种配色就很有气质 这个秋天不要看着我烦 因为会出非常多奇怪 这类型的搭配 那么